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是值得我们等待的主 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待将节期当中 真实的等待 并且真实的仰望上帝 你在灵的应许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11月29号 事实上今天的11月29号 正是这个今年度的 待将节的第一周的第一天 在传统上 待将节是基督徒 传统的基督徒 传统的教会当中的 一年的第一天 换言之 透过待将节期 我们是开启了 接下来这一年 我们所要看见的盼望 并且也回顾了 过去这一年当中 我们所身处的情形 透过今天的精段 因此今天的精段 比较特别 今天的精段是 以赛亚书第64章 第一节到第九节 愿你列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像火烧干柴 又像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谓的事 那时你降临 山林在你面前震动 从古以来 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 有什么神 未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因间欢喜行义 纪念你到的人 你曾发怒 我们仍犯罪 这情况已久 我们还能得救吗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帮我们吹去 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 无人奋力抓住你 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 使我们因罪孽消化 耶和华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姚将 我们都是你守的工作 耶和华 求你不要大发震怒 也不要永远记念罪孽 求你垂顾我们 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正是 先至以赛亚的诗 而先至以赛亚的诗 有一个特别的议题 以及特别的困难 先至以赛亚写给那些被困在 甚至是 甚至是被困在那些被固当中 失去盼望的人 先至以赛亚告诉他们说 我深知上帝的应许将会来临 我明白虽然我们过去得罪了他 而我们在那长久 甚至在长期敌人的统治跟捆绑当中 我们受苦 上帝好像沉默不语 我们受难 上帝好像摆头不听 但事实上不是的 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他 只要我们心里还有一丝的盼望 他就会带来安慰 就好像以赛亚在这里所讲的 愿你列天而降 我们要知道这个景象 其实正是先知经常的景象 先知以利亚在他那加密山上 与巴利的450个先知大战的时候 使上上帝的火 火就愤怒的火或上帝那垂听的火 就这样降临 就好像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列天而降 火烧干柴 又将火 又像火将水烧开 透过这样让那些以利亚面前那四百个巴利先知 明白原来耶和华上帝之名 让他们明白原来他才是真正有权能的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要知道上帝在展现他全能的时候 并不是在变魔术 也不是在听从这一个变魔术的人说 要他降火他就降火 不是的 我们要深知明白 那是上帝的主权 上帝曾经行过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但他却行出可谓的事 可敬可谓的事 那些让许多的人 过去的人甚至是过去从未听过 从未耳闻从未眼见的事情 但上帝都会在那个时候为等候他的人来行 意思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会等候 即使是在黑暗当中 我们也要学会等候 即使是在看无天日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会等候 不是等候他的荣耀 要把眼前的敌人一尽消灭 因为那不是在我们所能够控制的 要知道上帝行的一切歧视 不是我们能够预料 并且能够预言得到的 因此我们能够等候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等候的是我们心存盼望 这就是代将节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内容 不是在张眼等着看上帝行歧视 不是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心存盼望有一个要紧的前提 是明白 我们在他面前 是明白 他是那位掌权的主 是明白 我们在他面前不应该持续犯罪 远离他的面 而心存盼望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学会等候 因为我们要知道 生命当中 我们都像沾染了某些的罪性 以至于我们离开他 义 这其实是上帝看为完全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 义并不代表我们就是 刚正被看为完全 没有被沾染的人的状况 不是的 即使是上帝眼中看为的意 但仍然也有可能因着远离他 或犯罪 而逐渐的离开了他 因此 我们求上帝保守 不让我们的罪性 遮掩了我们的生命 不让我们忘记他 不让我们能够 持续待在那黑暗里面 我们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并且让我们真实 全心的等候他 这正是代将节的意思 代将节 是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年我们都渴望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都期待 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当中 都能够得着真实的盼望 愿今年 基督徒的这一年 虽然过去的一年 有许多的瘟疫的展现 而这些瘟疫的展现 正代表了上帝愤怒 我们能够在这上帝愤怒当中 得以成全 得以存留 其实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应该为此而感谢 并且 但是不要心存侥幸 我们求上帝怜悯 赏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帮助我们 记得你的爱 记得你是我们的主 祷告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